中共宣布要繞過香港立法會 制定港版《國安法》 引發英國、德國、加拿大和澳洲等各國 以及歐盟政要質疑中方 違反一國兩制承諾 歐盟表示尊重香港受保護的權利和自由 呼籲中方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 並表示會密切關注事態發展 英國外交大臣南韜文 澳洲外交部長佩恩和加拿大外交部長雙鵬飛 22日聯名簽署 重申香港法律確保包括人生、新聞、集會、結社 和其他權利和自由 聯合國兩項公約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 以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仍然有效 聲明強調沒有香港人民 立法機關或司法機構直接參與的國安法 顯然會破壞一國兩制原則 英國首相約翰遜的發言人同一日表示 精密切留意香港局勢發展 期待中共尊重香港的自由、 民權和自治 並且重申作為《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國 英國保證將會維持香港 在一國兩制模式下相關的高度自治 末代港督彭定康接受BBC採訪時指出 中共的做法令人無法容忍 是對香港自治、法治和基本自由的全面攻擊 他強調 香港人的自由某程度上是對中國的威脅 是一種煽動性威脅 這顯示中共政權很緊張 對自由言論感到緊張 對集會自由也是如此 還有對多年來 為香港帶來巨大成功的自由 同樣感到緊張 彭定康認為 英國應該與國際盟友商討 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地位 以及中國是否會繼續遵守 它對香港的承諾 他也呼籲港人 在現時的抗爭運動中 不要失去信心、失去信仰 也不要失去尊嚴、體面和克制 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 湯姆·圖根·哈特週四 連續發推文表示 如果中共推行《香港國安法》 一國兩制將會終結 屆時英國應該介入 為持有英國護照的海外國民 提供進入英國的機會 英國可以對中共採取多項措施懲罰 還可以聯手其他國家行動 保守黨議員丹尼爾·考辛斯基 星期五透露 英國議員正在簽署聯合聲明 抗議中共公然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保守黨議員尼爾·布萊恩 將中共駐英國大使發言人 對港版《國安法》的評論 翻譯為 我們將會扼殺民主的最後因素 結束法制撕毀我們承諾的一國兩制條約 在德國 保守黨資深議員諾特根星期五評論說 23條被否決之後 北京試圖繞開香港立法會 歐洲議會議員 凱韋爾·霍夫斯塔特星期四表示 中共利用假議會消滅香港的聖餘民主 終結一國兩制政策 此外 加拿大人民黨黨魁馬克西姆·帕尼爾 星期五評擊中共 想消除香港聖餘的西方自由和法治 將獨裁體制輸出到全球 俑通諾 法律 ⋯ 感谢观看